2015年王菲拒绝马云1.6亿合唱一首歌 他讨厌被金钱绑架 作家王硕表示 北京女孩用钱砸不动 北京的女孩由于不差钱 向来拿钱收买不了 别说不拿男人的钱了 他们还喜欢给喜欢的男人花钱 对于金钱 王硕看得很透彻 在电影《非诚勿扰》中 他借孙洪雷之口谈起了 对于金钱的看法 在《智女儿书》中 王硕写道什么是成功 不就正典前被傻逼们知道吗 最纯洁的关系是金钱关系 最平等的关系是契约关系 你必须内心丰富 才能摆脱这些表面的相似 《智女儿书》是王硕中年时期 经历亲人连续突然离世 在心情极度低落之下 当作一书写的 在书中 他细致地告诉女儿 什么是正确的世界观 全全地为父之情 难因之上 评论家史航曾经说过 如果人的一生只能读一本书 我推荐王硕的《智女儿书》 王硕都觉得是个痞子 但这么多年过去之后 所有骂王硕是痞子的那帮人 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 还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 他们忙着各种开各种无聊会议 把刷属在赶 而被骂个痞子那个人 却在认真地思考人生 替自己的同胞 一代又一代地思考人生 你看王硕的《智女儿书》 和我们的女儿谈话 那是这个时代最好的 最纯净的文字 最痛苦也最柔情的文字 所以最后 倒是这个痞子扛起了这个世界